繼續講到最後一堂 就是醫治童年和以往的傷害帶來的陰影 這次講了兩件事 一個是孤單感和過度依賴人 在那些紙上沒有寫到的 這一點我加上去的 有很多人因為沒有什麼安全感 沒有什麼安全感以致他很容易會很悶、很孤單 而且經常會拉著人 而跟下一個有關的 下一個就是過度的不理性的追求戀愛和婚姻 我們講到這些主題 可能有些可以應用在你身上 可以應用在你幫助的人身上 這兩個其實是有關聯的 很多人因為小時候覺得被遺棄、孤單 於是他就很容易有孤單感 他一個人就覺得很悶 其實現在的小朋友也是 因為他們的手機、遊戲機影響他們 他們會怎樣呢? 一旦沒有事情可以做 就好像發生神經 很悶、很悶 這樣就變成極度依賴人 以及極度依賴一些遊戲 總是想找人陪伴 經常都想找人陪伴 會依賴娛樂來填滿心靈 經常都要看電影、去玩 過分依賴人令到人窒息 過分依賴人令到人不想和他有好的關係 但因為他們覺得很緊 變成個人的價值在於別人 就好像自己沒有價值 是要依賴人才有價值 這些人經常覺得自己沒有重要性 一定要扯著人 當然人是群居的 神也叫我們愛人如己 我們要關心人 但是本身能夠獨自的自處 能夠獨自的祈禱 親近神、學習、看聖經 都是非常重要的 能夠自我處理生命 能夠有這種平靜的心 能夠安靜下來 但有很多人是不行的 就是受不了 所以他們一定要結婚 一定要扯著人 這也是一種病態 為什麼呢? 就是從小時候開始受影響 我們如何處理這種孤單感和過度依賴人呢? 有些人覺得很孤單 詩篇139篇第五節 我們一起讀 你在我前後還養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神經常在我們前後還養我們 我們怎麼知道祂在還養我們呢? 當我們親近神 我們會經歷到神的平安、喜樂、興省 就是祂和我們一起 你越投入 祂就越有同在 就證明祂真的和我們一起 即使當我們沒有親近神 神也和我們一起 不過我們未必感覺到 但當我們投入的時候 是會感覺到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教友 他有一次被車很輕輕地撞到 車撞不是讓他傷 他輕輕地撞到 他站不穩然後跌到地上 那個就傷 他一跌到地上 他說我根本沒有祈禱 但忽然感受很強烈的神的同在 這就是神在他沒有祈禱的時候 跟祂在一起 但我們最好能夠時時都親近神 整天都讚美神 多謝天父阿里路日 習慣 並且不是口說 是從心底處發出 我自己已經成為習慣了 尤其是一旦走開離開的人 或者放下我做的事 我馬上就會說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在我心裡已經發出 很自然地 因為我已經做慣了 於是我經常都會感受到 為何幫助大家敏感聖靈呢 就是你會感受到 神帶來的平安、輕省、舒服、能力 你越頭有的時候 你越感受到能力 或者會起落、湧流 所以希望大家深信 有耶穌陪我 我就不用孤單了 有些人經常都是孤單的 但神陪我 我們就不用孤單了 詩篇16篇第8節一起讀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外面不置遙動 即是神經常跟我一起 我就不置遙動 不會受人影響 我就很有安全感 我就不會說要依賴人 那怎樣可以處理呢 第一就是親近神 有神的陪伴和安慰 時時都有神的陪伴和安慰 第一就是不開心 立即想到神 神會幫我 神會給我力量 我立即祈禱 立即有安慰 立即興省 我立即感謝神 第二就是深信 我們有價值 我們的生命是很寶貴 每個人都很寶貴 但因為現在這個世代 很多因素造成 很多人的生命是被拆毀的 很沒安全感 我自己就覺得 為何近代人有這麼多情緒問題 我覺得一個因素就是 社會的風氣 還有食物 環境的污染 食物裡面含有很多不好的質素 還有人們經常受手機、娛樂的影響 變得很孤單 所以現在的人 很多基督徒都覺得 我已經和那些情緒鬥爭得很辛苦 我哪有力量去為神作供呢 經常都在掙扎求全的狀態 但我希望大家 其實我的問題有多大呢 如果你有機會去宣教 去印度、去非洲 你就會看到 多少人很貧窮 當我們有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有很多人在那裡 人家說你真是無病身任 他說我們連住的地方都是這麼淒涼 你們有這麼舒服的地方 你有入息、你有錢、你有需要吃的東西 你當然有吃 有些地方我看到他們 在非洲那裡走過 他們的生活是什麼 有什麼用的方法 他找木搭架 真是簡陋到不得了 就是找幾條木搭架 賣一些菜、果 賣到多少錢 就是看他放一些東西 就算賣光也不會有很多錢 就算在香港賣光也不會有很多錢 他們就靠這些 根本生活是很困難的 有很多人,尤其在疫情的時候 他們是很絕望 有些地方真的很困難 當我們想想 我們香港的人 真的跟他們比較 真的很不同 我們其實就算有困難 那些困難是否大都不重要 我們就是神 我們是很寶貴、很重要 我們可以影響那些人 就是說我們總有這個心 其實我們有很多機會祝福人 如果英文好的 網上真的有很多人 如果你想幫助一些人 有些人你可以去幫助 就算不是英文的 中文的 也是可以的 在網上發出一些分享 你發出一些分享 還有一些人會回應 我沒有時間跟他們溝通 有很多人會回應我 我沒有時間跟他們回應 你有時間 你就可以跟他們溝通 跟他們溝通 幫助他們的信仰 神就會歡喜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尋找一些策略 神,我的生命是寶貴 是重要的 我的生命可以大大發揮 在末後日子就需要更多人 有這種儀仗 有這個目標 我希望大家想一想 你覺得可不可以 有些分享放上網 可以鼓勵人 然後跟他們溝通 其實你越多祈禱 你越多經歷 譬如很簡單 你覺得很不舒服 祈禱 然後你得到舒服 你也可以分享 在我初經歷聖年之後 沒有多久 很多人 他們有病 他們就 我們為祈禱 真的看著他們的改變 我記得有一個婆婆 她說我很辛苦 我一段時間大便都出不了 然後我們就為她祈禱 她祈禱之後的反應是很特別的 她說 她過後告訴我 她說我進去洗手間 從來都沒有試過這麼大的大便 她說連我的腳腫 我大便不是一次 她連續幾次的大便 她說連我的腫都退了 即是水積存在裡面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人有什麼需要 你立刻去 你說 耶穌很愛你 耶穌很想祝福你 我問你祈禱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那你就會發覺 其實我很有價值 我幫助一個人 那個人被興起 他愛耶穌 是神很歡喜 他的生命改變 是很特別的 對於他的生命改變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有這個信心 我們在今堂講完之後 我們開始幫助大家 如何幫助人 如何藉著輔導 討告各方面 去幫助人 希望大家都會有這個方向 神啊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願意給神使用 然後第三 就是發掘自己的恩賜 每一個人都有你的強項 我如何去幫助和祝福人 以及建立在主裡面的價值 主裡面的價值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滿身 其實你有很多的恩賜才幹 那你說 我都不是很厲害 我想告訴大家 我去宣教的地方 有些傳導人牧師 他們受訓練是很短的時間 比你更短 你們已經受了很多訓練 這個課程已經受了很多訓練 你已經學了很多的技巧 在很多地方 他們連這樣跟別人溝通 都不懂 他們不懂得 就一直跟別人說 或者會發脾氣 他們不懂得如何去引導人 如何回應別人的需要 他們根本沒有這些訓練 我試過有些地方去到 他們的傳導人訓練人 怎麼樣呢 就會聚集在一起 寫道 寫廣道 不停地寫 沒有批改 沒有回應你 總之寫了 寫完就畢業了 他們會一起 你們做功課 做完功課 就畢業了 因為他們沒有足夠訓練的人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我們不要被孤單地捆鎖住 經常都會 很多人會說 很悶 做什麼好 很悶 我來說 我經常都做很多事情 做不完 所以我很珍惜我有的時間 但是很多人是多時間過頭 怎樣去救時間 英文 救時間 太多時間要殺些時間 即使用些時間 只要幫助我們 好了 因為這種孤單感 和個人沒有價值感 所以有些人就不理性追求戀愛和婚姻 這裏是有兩個圖 第一上課 就說到交友APP 詐騙 教你十招不要上當 就是怎樣不要上當 就是很多人上當 第二個圖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新聞 六巡的大媽 遭到十八歲男友 騙財騙色 四十歲 不是 就是四十歲的分別 但是因為他 真的很孤單 哇 有一個人十八歲 這麼愛我 哇 真是很特別 這樣就公開 將他的裸照拍了 然後損失四十五萬 這個算少數了 有些重大的數目 其實我自己認識有不同的人 有很多人不是他直接認識我的 是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我姐姐 有一次旅遊就認識一個導遊 哇 他就覺得那個導遊都不知多愛他 導遊就跟他說我怎樣辛苦 什麼經濟困難 他又給他很多錢 真的完全都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總之有個人說愛他 他就會什麼都制 變成招屍夢想 天天去 希望他快點來香港 但經常都不來 經常都夢想 他的家人 全家人都勸他 不要 他騙你 每個人都知道他騙你 但是那個人 就完全不覺得他騙他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 當有一個人說喜歡他 他什麼都願意做 這就是沒有理性的 是完全不懂得理性去分辨 為什麼呢? 因為孤單 你們當中 我猜你們應該不是這樣的人 但是要點就是 會不會我們的孤單感 令到我們有不同的行為 即是顯示出我們內心的孤單 和沒有安全感 也有時候我們幫助一些人的時候 幫助一些這樣的人 事實上是 你這樣告訴他們是沒有用的 是需要建立他的價值 他的重要性 在神裡面的重要性 當他覺得他自己重要的時候 然後讓他知道 看到男女的分別 男女的問題 事實上有很多男性 他們追求戀愛 他想什麼呢? 想像一個事業一樣 追求一個女人 我可以跟他結婚 可以生孩子 這算是好 生孩子也算好 有些人想跟他有性關係 想利用他得到錢 是有這樣的情況 有些女性跟我說 她說 牧師你講到男人過得不好 我說不是 有好的 不過 真是很單純 愛你 是很少的 她會有愛你 不過 一有問題 她可能就會有反應 例如說 一個人 男性是否喜歡女性 會喜歡 她是喜歡的 女性跟男性不同 女性比較多 她想有 她需要這種關係 男性呢 看見她的樣子很漂亮 很有趣 很好玩 一起玩很好玩 她就覺得 一種 好像一種外家的娛樂 開心的來源 所以當她有一個人開心 她就喜歡 但是當她結婚 她開始覺得不開心 因為她經常都會惹惹惹 又要你做什麼 又要你做什麼 她開始覺得厭煩 所以男性那種偉身是困難的 一定需要輔導的 大部分的男女都不懂得戀愛和結婚 她只是想有一個人陪她 女性就是想有一個人愛她 而男性很多時候 有人說一句話 就是女性會用性來換取愛 希望用性來換取愛情 但是男性呢 就會用愛情來吸引性 來得到性 就是為了得到性的關係 當她一得到女性的時候 當女性經常嘔吵 她就開始覺得很厭煩 她的興趣就大減了 所以 所以 一個基督徒的男性 真的有偉身愛對方 必定是要學習 而且 她只知道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珍惜我的生命 所以我愛我的太太 必定是有這樣的心態 她才會愛對方 否則 當她一得到這個女性的時候 她就開始覺得她厭煩 所以她的興趣就會大減 當她明白這些時候 她就明白 那個男性 她是會用盡一切方法 她會 她當時也是被吸引的 她可能和你聊了很多電話 可能說很多甜言物語的說話 但是她是想得到這個女性 當她一得到的時候 她開始覺得 沒什麼所謂 即是不太緊張 當我們明白男女的分別的時候 我們就 那個人就沒有那麼容易受騙 沒有那麼容易 只是把她的心放在戀愛上 因為孤單或者情緒問題 以為戀愛就會解決情緒問題 這是很多人 這是很錯誤的 即是她有情緒問題 她每天都煩惱 失眠 情緒波動 甚至有情緒病 她就以為我找到一個老公 所以我的情緒就會痊癒 那我的人就有安全感 這是大錯特錯的 當一個女性 經常都是情緒化的時候 是沒有男性喜歡的 即是她不會喜歡 每天都一直覺得 很不開心 你去哪裡 我去哪裡 我找不到你 我好慘 她每天都是這樣 她開始覺得 可能有些吸引力 她這麼需要我 但到那一刻 她開始覺得 很厭煩 我見過有些人有情緒病的人 她以為她戀愛 她的情緒病就會好 我就告訴她 你不要用戀愛 你是醫好你才去戀愛 醫好你才去戀愛 醫好你才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你才去戀愛 很多人也沒有追求 尋求神的心意 又沒有觀察對方的問題 就覺得不要緊 結婚後她會好些 結婚後不會好些 是會變差的 除非她真的肯改變 通常未結婚 她都追 追的時候 就會有更多愛情 但當她一得到的時候 她的愛情就減弱很多 即是沒有觀察對方 以為那些問題 不要緊要的 日後她會好些 也不理性的追求戀愛和婚姻 不理性 即是甚麼都丟下 或者甚至對方都不愛她 有第三者 接著她跳樓 其實那個人一點都不喜歡你 不愛你 那為甚麼為她跳樓 但人有時就會這樣 我們怎樣處理 就是明白神預備的配偶才是最好的 這件事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很難接受的 即是說 合眼緣才可以 我看到正確 神給你那個都合你眼緣 不要以為神給你一個黑衣 就是要你找黑衣 神給你一個最外板的 最沒有反應的那個 不會的 即是神給你的才是最好的 你聽神的話 反而為你預備最好 因為神有計劃 他自然連配偶也有計劃 在神裡面有安全感 醫好他的安全感 以及只是接受神心意的配偶 不是任何一個 其實所有這些問題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將整個生命給神 我們一起讀一下 所以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是神所起於的 你們如此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順全可起於的旨意 就是說 我們整個生命得福 整個生命被神使用提升 唯一的方法是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不要跟這個世界的方式 心意更新而變化 這樣的時候 神就為你預備最好的 在我一信主的時候 我就說 有個神真的好 有個天愛真的好 我就很全心地 愛耶穌和全福音 也說 神啊 那麼多人未得救 那麼多人不認識你 那麼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神有那麼多證據 因為當時我當我知道神的證據 我是很興奮的 我經常向周圍的人傳人呼音 然後 神真的為我預備爐 神佔了我的心 祂就為我預備道路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神是我將生命獻上 祂就將最好的給你 你想也想不到這麼好的 我想也想不到 我太太這麼好 想也想不到 神為我預備的這麼好 我一生的爐 神也為我預備最好的 有些人說 我又不是遇到一個像你那麼好的 但我們遇到一個是神 無論是神要你單身也好 有人試過 有傳導人 有一個傳導人 她是女傳導來的 我有一次講到 講到戀愛婚姻那些 然後我就講到 有些人來說就是單身 她很反感 她非常反感 她說 為何你說單身 她本身是單身的 她就覺得 這件事是不好的 我要脫離這件事 所以她沒有辦法接受 就算是一個女傳導 她沒有辦法接受 原來單身也可以蒙福 其實單身 你有自由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你的時間可以怎樣使用 你怎樣走你條路 你怎樣使用 但有些人說我很可憐 我沒有朋友 有甚麼事的時候 其實當你有一個配偶的時候 你有甚麼事都未必一定是 她一定會幫你的 這是真是好的配偶才會幫你 你想著有一個配偶 當我生病的時候 她幫我 未必會發生 有時候可能是你要幫她 很多都未必 但其實如果是真是好的配偶 誰幫誰不重要 只是想著 有些人 生兒就防老 他們沒有這句 取妻就防 沒有人照顧 大約這個意思 結婚就想 日後有一個人會照顧她 其實有時候未必發生 但是神是為你預備的 神會將最好的給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 神啊 我願意給神使用 給神祝福 我這裏也講一講基督徒戀愛的指示 如何基督徒戀愛 有時候是你幫助一些單身的人 第一 必定只是和基督徒戀愛和結婚 才能夠進入神完美的計劃 因為當你和一個不信者結婚的時候 他不會進入神的計劃 他會難了你進入神的計劃 他覺得你為何這麼多時間放在那裏上面 我也知道很多人 對於要和基督徒結婚 覺得一定要和基督徒結婚 是很抗拒的 曾經有一次我去旅行 有一個人在我旁邊 我不知道怎麼聽說 我都不記得那個情況 他就跟我說 他問我 他說你們與不信 與不相配 不要同乎一握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講婚姻 他就說明他不覺得是婚姻 他說如果是婚姻 聖經應該說得很清楚是婚姻 那裏沒有說清楚是婚姻 但我就說 上下文說的 說到光明如何和黑暗一起 基督如何和比列一起 神和邪靈是不可以一起的 這當然包括婚姻 另外有一個經驗是甚麼 如果丈夫死了 可以再婚姻 跟著說一句 只要婚姻在主裡的人 很清楚說到 婚姻在主裡的人 這句就清楚得不得了 但他在那個旅程 是不理會我 他聽到一樣 他不想聽的東西 他還給了一個藉口 他說我是查經的方法 為什麼查經 他說那個經文沒有清楚說 所以他不會包括 你們和不信的而不相配 他沒有說明是婚姻 那就不包括婚姻了 只是包括做生意 婚姻就不包括了 這是甚麼查經的系統 其實他有一個觀念 所以他很想聖經幫助他 所以有些基督徒 其實事實上有些教會 都不是強調一定和基督徒結婚的 因為我們結婚 就算我看了一些中派 他寫關於婚姻的目的 他這樣寫過 婚姻是能夠叫人得滿足 得到愛 得到照顧 這是真的 但是婚姻是否只有這樣呢 其實在神裡面 婚姻也是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婚姻的目的是 叫我們能夠成就到神的完美計劃 即是人能夠走到神的完美計劃 不只是有個人照顧我們 而是能夠走到神的計劃 而走到神的計劃 所以那個人也是有愛主的心 第二 就不要用戀愛 來醫治自己的孤單感和感情 戀愛是會加憎痛苦的 當你好的婚姻 好的戀愛是會醫治 不過 本身戀愛的過程是有很多折磨的 這是一個事實 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不見我呢 為什麼溝通這麼難呢 為什麼他又失蹤了 這些經常都發生的 在戀愛的過程 可以說人的情緒是低 又高又低又低 是有很多很多問題的 所以戀愛是不可以用來醫治 是首先人得醫治 有安全感 才適宜戀愛的 其實任何人 跟一個人一起 那個人是好像拔著你 好像秤塘一樣 好像秤塘拔著你 你都覺得很煩 他經常都拔著我的時候 根本不會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所以首先要建立成熟的關係 第三 如果感受某人可能是神預備 先尋求神的旨意 和成熟的領袖一族 一同尋求神 先尋求 當你感覺這個人可能是神預備的 你就祈禱 神啊你帶領我 當我和師母溝通的時候 發覺有可能我們可以一起 我即時是祈禱 我跟祂一起祈禱的 我說神啊如果你的心意求你成就 大力難阻 我自己也是這樣說 就算他很好 以人來說是有很多好的質素 但依然可以不是神為我預備的 我就是神啊如果不是你的心意 你大力的難阻 然後是很多次的印證 讓我知道 這個也是我希望大家 就說不要好像 覺得我沒有了他我死了 我不行了 其實當時我的心態就是 我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我是想著 我是直接就是宣教 就不再需要留在一個地方做一個基地 在一個宣教的地方由這裏到那裏 我就是想著這樣的方式的生活 但是後來我結婚以後就去宣教 我發現這件事不太行得通 因為原來那些地方 一去之後 馬上生很多紅粒粒 因為他們的食物太差 水的質素太差 我住在香港有時候去宣教訓練他們 是更加有效的 神為我預備一個好的太太 我們一起互相支持 尋求成熟的領袖一起尋求神 都是很重要 有些人說 戀愛是很私人的東西 不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兩個自己發展 但其實戀愛是一樣影響全個生命 最重要 沒有一樣的重要 你的工作 你入錯行你可以改 你讀書讀錯了 你可以再讀別的科 你做什麼做錯 你都可以有新的開始 但是結婚 在神裡面是不可以離婚的 即是說 這件事是比任何重要的事 譬如你買東西 你都會找個朋友 他買過的東西 你告訴我那個產品是怎樣的 如果婚姻這件事 更加需要別人的幫助 當然幫助的人 不要當自己是專家強迫性 而是讓他看到各方面 也不是逼他 但是帶領他 讓他看到那個人物 是神為你預備的 第四 不要先戀愛或拍拖 先尋求神的心意 有些人會這樣 看到這個人 很著迷 很著迷 就完全失控 那時候就祈禱 神啊 如果是你的心意求你成就 那時候他祈禱多數都是這樣 很少說 如果不是你的心志求你大力難助 他不會這樣求 因為他不想失去了 他就會說 神啊 我真的很需要他 求你叫他不要走 我們兩個一起 那時候他根本是被戀愛拖著 戀愛是人生中一個很大的力量 其實在普通人來說 沒有一個力量大一個戀愛 除了神後來做的 即是人結婚生兒子 那個戀愛是真的很強的 很強很強的 戀愛的力量是非常強的 這個力量很大 以至當他在戀愛之中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擺脫 那時候我們曾經有一個教友 他有一個女朋友帶回來 那次我又不在 那些教友對他反應 那個女朋友帶回來 他跟我們都不肯溝通 那些態度好不好 很差 他說你不要跟他拍拖 那個男生怎麼打 我都知道 不過我每次跟他分手 他就想自殺 所以拖了幾年 凡是一個人用自殺來要脅你和他結婚 你千萬不要跟他一起結婚 因為這個人將來會累到你自己都想自殺 因為我們不能夠負責另一個人 他說我要跟你結婚 你不結婚我就自殺 我跳樓給你看 當然我們不要說你跳樓 我們找一個人輔導我們 我們真的覺得適合的時候 你都不開心的 我們去尋求神的心意 第五就是一方面都跟相處尋求神的心意 一方面是尋祈禱 求神賜平安帶領我們 你可以相處 有很多人跟他相處 明明又吵架 又不溝通 又不關心 都是要黏住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怕著 沒有了他 他就沒有人跟他結婚了 第六就是戀愛仇 不要被情慾帶領和控制 這件事實在是很普通的 很常見的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我們自己小心 第二方面是如果你輔導人的時候 你小心 就是當一個人在情慾之中 是可以說 億人中 沒有多少人是可以站得住的 當他面對一個 就是他喜歡的人 兩個在一起 擁抱啊 哲敏啊 苦魔啊 是沒有人頂得住的 除非他本身真的 那種從神的力量是極大極大 要不然是頂不住的 所以在情慾之下 很多人就失身 但一失身之後 他就開始揮著那個男的 哎呀 我懷孕啊 你快點 那時候你就真的要追他 但是他真的 很多人都說 當他一懷孕的時候 對方就失蹤了 這是基督徒 就是說我們戀愛的時候發生的問題 好了 怎樣處理以前的問題 首先就是 如果以前的陰影沒有醫好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是很難以發揮的 所以我們留意到我們有些什麼問題 我們很敏感啊 很容易發脾氣啊 很容易受傷啊 這些都是需要處理的 一個人處理不了的時候 他就會受傷害 就發揮不了的 首先就是深信神愛我們 讓我們很寶貴 還有呢 神會保守所有信靠聽祂說的人 神會沒有人能夠拿走祂的恩典的 就是我自己很深信 沒有人能夠拿走愛神的人的恩典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說一些負面說話攻擊我 或者在網上傳流 因為他不認同我說到每日觀 說到耶穌回來才被提 有些人就攻擊 但是呢 我自己就深信神一定保守 神不會因為這個緣故而難了我的事奉 那我就求主幫助我們 相信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恩典 第三 跟神的有親密關係 經常數算祂的恩典 經常喜歡神呢 就有平安喜樂 就化解人的怨恨和傷害了 如果發覺有些人的傷害在心中仍然傳流 就說神給我這麼大的平安 我不用介意的 不用繼續受祂影響的 我可以輕散 我可以開心的 我可以天天選擇開心的 你都可以自己笑一下 哈利利亞 哈哈哈 感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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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自己有滿足 也都可以在事奉裡得到滿足 幫助人的時候得到滿足 就有更多的力量了 第四 接受人人都是罪人 人心比萬物都鬼詐 壞到極處碎囊 食透 所以人人都有問題 我們就自己都有問題 我們不需要那麼介意人的傷害 第五 看率那些人被傷害 其實他們被人傷害過很多 人人人都有傷害 所以人人都會有一些不好的反應 自己都會有的 我們自己又盡量有平安 減少這些影響 也很多人都會以往受了傷害 所以他很容易反彈 很容易有情緒的反應 然後第六 我留意自己如何被人影響 我是不是有懷疑人呢 我現在總括翻譯上 我們講過這麼多課 有沒有懷疑人對人失望 投射 好像覺得人都是那麼壞 過敏 對人說過敏 或者怕人 避開人的 或者覺得被遺棄 我是不重要的 人人不要我的 自卑 覺得自己沒有什麼重要性 或者失敗感 經常都是失敗的 或者怨恨人 我心裡經常都說人不好 社會不好 或者向人發怒 或者批判性 都是留意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如果被一些影響 就會更加破壞 我們和人和神的關係 既然神保護愛他的人 我們就愛神愛人 反而得到神的保護 即是我們留意到這些東西 或者留意到別人有這些東西 我們知道這些東西 不能夠搶走神的恩典 我們就處理 靠主去處理 讓我們能夠平安興省 你自己留意一下 自己有成功處理 所以你就感謝神 就像我曾經說過例子 有人在我面前 跟我說一些攻擊的說話 我一路聽 我一路處理 我說不要緊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處理過 我就提醒自己 多謝主 我今次會這樣處理 我以後都這樣處理 有什麼人攻擊我 我有錯 我認錯 如果不是我錯 我就不需要受影響 但我一樣平安對祂 輕鬆對祂 對祂有愛心 第七 建立自己的自我形象 健康的自我形象 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是很寶貴的 你都建立 一方面相信神體重愛 另一方面相信我生命可以發揮 建立我們每一樣的能力 你有什麼的恩賜 你幫助人 或者你在任何一方面 你能夠有各樣的恩賜 音樂的恩賜 關心人的恩賜 煮飯煮得好的恩賜 我們都建立這些 我煮飯別人都喜歡吃 我有貢獻 我做一些東西別人歡迎 建立我在這個世界是有價值的 我是重要的 我影響到人的 而對負面的人 人的負面放手 在討告之中深信神的愛 來逐步得到神的安慰 不要緊的 這些所有的事對我影響 不要緊的 講到這個放手醫治 這是有不同的技巧的 譬如你祈禱的時候 去回那個情境 因為耶稣一早已經認識我們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 因為有一次我都參加過這些訓練 我參加別人訓練我們 然後講完之後 他就叫我們分組 幾個人一組 那就可以誰說我想得醫治 那我就想到一個情境 想到什麼情境呢 我曾經小時候 就在上學之前吃飯 我們早上也是吃飯出門口 那吃飯呢 怎麼知道糊飯呢 那飯殼一糊斷了 那我是很害怕 因為我們家裡的文化就是鬧 那我就很害怕回來就會大鬧 我回家裡的 回到一個樓梯 我站在那裡很久 我不敢回家 我不敢回家 因為我怕回去罵 不過結果回到沒有罵 但是當時有這種懼怕 其實當時都在這種懼怕之中 很多時候都有的 那我就講出我這個情況 然後他們跟我祈禱 那在祈禱的時候 就問耶穌在不在那裡 耶穌在那裡 耶穌會跟你說什麼 這些意念入到我心裡 其實這些是聖經應許的 耶穌會說我和你一起 我知道你很害怕 不過我很看重你 我很祝福你的生命 你將來祝福很多人 你將來幫很多人 你不用因為這個飯殼很害怕 神會保護你 會祝福你的 你是很寶貴的 那我就用這些說話 我當時來講 我真的覺得很安慰和感動 神在我受傷的時候 祂和我一起 在我害怕的時候 已經和我一起 那時候我還未能相信耶穌 神已經會安慰我 所以我可以將當日的害怕放走 不用一路害怕 不用一路懼怕 其實我對於人 始終有一種害怕 但我不是害怕別人大隻 我不是害怕的 我是害怕什麼 譬如有人做錯事 譬如發脾氣 我怕以後和他關係不好 我是這樣害怕的 我不是害怕他做些什麼 我害怕因為這個緣故 他又不敢跟我交往 我會害怕這件事發生 會影響以後的關係 那我就求主幫助我 耶穌說幫助我 不用揹著淡子 輕鬆一點做人 不要緊的 那些惡人惡 不要緊的 不用放在心上的 那我就看那一次 我覺得這件事 能夠更加放手 我亦有時會想起一些 以往的情境 我就找耶穌 耶穌你帶我去放手 將以往所有的傷害放手 大家在這個時候 都可以去想一下 你有什麼以往的 令到你受傷害 很不開心的事情 這一陣子 好像回到那個情境 你求耶穌跟你說話 如果你說我收不到 那你就想像聖經這麼多經文 神會跟你說什麼 神一定是跟你說 我愛你 我體重你 我和你一起 我會醫治你 所有的事情不要緊的 譬如大家 你曾經被人看小 排斥 不喜歡 這種感覺 都可以在主裡面放手 祂排斥我 我父母離棄我 耶穌收留我 我們大家一起站在前面 我們一起去祈禱 求主耶穌 今天醫治我們以往一切的傷害 我們有的孤單感 求耶穌釋放我們的靈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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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我 可能大家曾经有些失败 或者犯罪软弱 而那种东西始终我们心里面有个指控 你来到神面前 神话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 有爷说已经称他们为义 谁能定我们的罪 耶稣已经基督为我们死 并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所以即使我们做了一些很错的事 你来到神面前 神话医治我以往 做错事带给我的伤害 耶稣是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人 一切的罪 医好我们的伤心 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 哦 主耶稣 爱我 主耶稣 爱我 主耶稣 主耶稣 爱我 有四件高 属我 主耶稣 释放我 主耶稣 释放我 主耶稣 释放我 主耶稣 主耶稣 释放我 有四件高 属我 耶稣 多谢耶稣 有耶稣 有耶稣照顾我 我什么都不用惧怕 主耶稣 我的心平均安静 我的心平均安静 你有一切的烦恼 你有一切的烦恼 你在神里面就好像让祂射下来 你就在神里面 好像个BB 做回个BB 让耶稣抱住 让耶稣 医好我们的孤单感 失落感 被遗弃的感觉 祢在我前后 还以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愿意 祢福尸我 我感谢祢 我感谢祢 我享受祢 你 你在我前后 然后 要 在我前後挽擾我 安守在我身上 祢永遠謙卑服侍我 我感謝祢 我享受祢 我們每一個都是很寶貴 我們每一個都是很重要 是神所寶貴的兒女 神會提升我們 神會大大提升我們 神會大大的祝福我們的生命 當我們走在神的路上的時候 神會大大提升我們的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 放下所有的煩惱 放下所有的不開心 你可以回到那個情境 讓耶穌安慰你 你回到那個受傷害的情境 被人遺棄的情境 耶穌多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讚美你 謝謝你讚美你 謝謝天父 讚美天父 謝謝天父 讚美天父 謝謝耶穌愛我們 釋放我的臉 使我冷静敗臉 釋放我的臉 使我冷静敗臉 釋放我的臉 釋放我的臉 使我冷静敗臉 釋放我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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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跌裂 雷徑擺裂 你試試回到受傷害的情境 你做回一個好像被媽媽抱著的寶寶的心態 一種完全放下重擔 不要緊的 所有人的傷害不要緊的 不用放在心上 我可以輕鬆享受 我可以享受神祝福我 我可以輕鬆放下所有的煩惱和他 哦 耶穌移我 主下 醫治我的心靈 醫治我 死放我 安慰我 讓耶穌去醫治安慰我們的心 耶穌 我們心裡的壓力 神可以讓我們放下 不要緊的 多大的問題都不要緊 多大的問題都不要緊 都可以放手 因為我們是極度的寶貴 喔 耶穌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多謝天父 多謝祢 多謝祢 求祢醫治我們 多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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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喜愛笑蟹障礙我 啊啊 愛笑蟹障礙我 在他失常了 耶稣喜愛笑蟹障礙我 我 我 謝謝耶稣 耶稣喜愛笑蟹障礙我 啊啊 耶稣喜愛笑蟹障礙我 啊啊啊 愛笑蟹障礙我 在他失常了 耶稣喜愛笑蟹障礙我 啊啊 大家嘗嘗放下重探 如果那個沒有了電 他拔掉了他 他本身有個聲音會拔掉 他那個錄音 如果我這個沒有了電 你拔掉了他 好輕盛 可以 啊 啊 我在 聊 畫 - Lovely 耶稣 海保留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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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海保留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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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海保留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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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海保留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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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 耶稣 多謝 耶稣 要你 輕鬆 所有 內外的 相信 重甲放低了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我有借氣了 祝福知的我 我有借氣了 祝福知的我 我有借氣了 祝福知的我 給你一輩子 給你一輩子 Hallelujah 我有借氣了 祝福知的我 我有借氣了 祝福知的我 我有借氣了 祝福知的我 必成了數字 必成了數字 沒有 Hallelujah HAHAHA H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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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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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ahah 阿 را 人生可以揭揭 你犯出 perspectiva 阿 Sabbath 阿里雷雅 阿里雷雅 你从心底里叫出来 阿里雷雅 没有烦恼耶稣不可以拿走 阿里雷雅 所有烦恼耶稣都可以拿走 阿里雅雅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阿里雷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